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由我为大家继续讲解 抓尔微博进阶 MyBetis框架这门课程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MyBetis的代目项目 并且为大家讲解了 其中的一些重要组件 在这个代目项目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 有一个核心配置文件 就是MyBetisConfig这个文件 在整个MyBetis运行过程中中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呢 我就为大家讲解这个MyBetisConfig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 就包含很多的item 我们看一下 总共有 1,2,3,4,5,6,7,8,9 9个item 其实我们通过 直接在这个工具里面啊 我们这样敲一下也能够看出来 它有哪些配置小项选项 那这里呢选项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一节课可能无法为大家完全讲解 那下面呢 我就开始讲解它的第一个item properties 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可以用来替换啊 我们这个核心配置文件里的 这个datasource这边的参数 我们来试一下 properties 然后呢这里我们可以它下面就有很多的properties可以写 比如说我们把这四个全部替换成写在这里 然后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写它了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替换符glass 把这个名字给放上去 然后呢我们跑到原来的程序里再执行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哎出错了 这边说这个元素啊property没找到 那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很好理解 这xml的解析顺序啊 是从上往下的 对吧 比如说它到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通配服务所指向的东西啊 还没有 所以就报错了 那我们把这个呢 烤上去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遍 看这个跑出来结果跟原来一样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的呢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property写的 一定要放在最上面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这里所使用的这个名字啊 和这里的这个value所指向通配服的名字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这个通配服要和这个一样 这个要搞清楚啊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其实和那个程序开发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单元原则啊 类似 单元原则说的是一个方法 它只负责一个单独的事件 它不会把很多的业务融在一起 那在我们这个配置选项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datasource在这里 就是一个单独的这个 对数据库连接信息的一个配置 中间这一块 它的驱动 用名密码 和UIL 那现在融在整个这个errament这个里面 包括还有这个数据库的这个 事务管理方式之类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呢 有一些混乱 这样单独抽出来呢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单独的对数据库的一个联系信息 配置信息呢 做定义 这和我们程序代码的那个单元原则 很类似 我们来看个例子 假设说呢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环境 它呢 是应付产品发布的时候的环境 叫这个production的环境 我们把它定义成purd 那这时候呢 它可能啊 这个连接的数据库啊 它的这个UIL的database的名字呢 有变动 然后呢 用户密码 可能都是一样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 因为我们把它抽象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啊 做个变换 比如它的数据名字叫做 purd test 这里呢 我们换另外一个key 这时候只需要把这里的URL 换成 purd URL 运行一下 这是那个 element key 最后发现报错了 那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它就报错 unknown database 这个数据库找不到了 那也就证明呢 我们现在是取了这边的配置 啊 取了这边的配置 进行数据库的连接 那其实真正我们使用这个properties 配置呢 并不会这样使用 我们真正使用它的方式呢 是利用它的这个 另外一个属性啊 resource 它可以直接指向一个资源文件 然后呢 在资源文件里面定义这些properties 不需要在这道写 我们来试一下啊 呃 这resource我们指向一个jdbc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全部删掉 然后在我们的resource下面啊 新建一个这个 jdbcproperties文件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配置信息 放在这个properties这个文件里面 jdbcproperties这个文件里面来 我们再试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当然我们要把这地方去掉 还是取它的 让它取它的默认设置 就是 这个development 当然它里面的配置选项 都会来自于这个jdbcproperties 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预计一下 你看结果还是很正常的 因为取出来了 那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库的连接信息啊 单子的配置在一个独立的文件里面 这样做的好处呢 会比原来更加有优势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数据库配置文件啊 它就和整个核心配置文件给剥离开来了 那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个jdbc 连接这个database的一个例子 也是一样和那个我们前面的demo一样 查询student表里的数据 那这里呢 我就取了这个jdbc的这个配置文件 那进行数据库连接 你看这个地址就是我们刚刚配的这个jdbc这个文件 然后它的jdbc 又是嫩的 都是从这文件里取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处配置多处使用 而无需担心 如果数据库的信息有任何变动的话 我们要在多处进行改动 这样呢 非常容易造成错误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哦不对 是另外一个 对这个 OK 也是能够完美执行的 那resource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